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11月28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黄春子 各位早安 我是王峰 主要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我们聚焦一下中东局势 以离停火协议27号生效之后第一天 黎巴嫩局势大致平静 显示出协议暂时得到了实施 不过双方都扬言 一旦受到攻击将会毫不犹豫的反击 有分析指出 这次以离停火只是各方一个喘息的机会 并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 美国官员就透露 拜登政府正准备再向以色列出手 新一批总值6.8亿美元的武器 包括数千枚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以及数百枚小口径炸弹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 生效后第一天 多辆以色列军车在以色列北部 接让黎巴嫩边境的地区巡逻 以色列表示 他们的军事目标是确保 大约6万名以色列人 安全返回北部的家园 他们过去一年 因为真主党声援加沙的哈马斯武装组织 不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被迫逃离北部边境的社区 根据停火协议 真主党及所有离武装团体承诺 不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 以色列则停止对离境内的军事打击 以军将在60天内逐步撤出黎巴嫩南部 并就边界问题展开间接谈判 必求达成国际公认的边界划定 以色列总参谋长哈莱维表明 任何接近乙方划定区域的乙军士兵 边境地区及以色列居民村落的 珍珠岛武装人员均会被枪击 多家媒体报道 停火协议生效仅候数小时 乙军曾经向接近黎巴嫩境内 禁止突行区域的车辆开火 出于安全考虑 黎巴嫩军队关闭了通往西亚姆镇的 所有入口 因为乙军尚未撤出当地 乙军发言人警告 离珍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都将遭到反击 乙军飞机会继续在黎巴嫩上空飞行 收集情报 准备在任何必要时刻采取行动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 呼吁以色列全面履行协议 从所有被其占领的黎巴嫩土地上撤军 黎巴嫩军队则增派军队到南部 维持治安 根据停火协议 黎巴嫩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队被授权在离南部 协赖武器或部署部队确保停火得以实施 黎真主党发布被认为是停火协议生效后的首份声明 强调会继续做好准备应对以色列的袭击 同时关注以方在边界以外的行动和撤退 捍卫黎巴嫩的主权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表声明 表示已经开始根据新的形式调整任务 并敦促各方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 确保黎巴嫩通向和平之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之后 贝鲁特南郊的居民不顾以色列早前的警告 也就是在以军撤退之前 暂时不要返回前线区域 已经陆续返回家园 以离达成停火数小时后 黎巴嫩与叙利亚之间的马斯纳过境点出现车笼 大批贝鲁特南郊居民挟家带卷 提着大包小包 沿着被以色列炸毁的公路回家 以色列早前的持续空袭 迫使黎巴嫩人逃往叙利亚躲避战火 如今时隔数月再次踏上故土 有居民比出胜利手势 形容能够回家就是一种胜利 来自离南部小镇的毛拉 刚结束两个月的流亡生活 尽管自家房屋已在冲突中受损 但她依然归心四见 据黎巴嫩政府统计 这场冲突已造成近120万人流离失所 尽管以色列已经警告 离南部居民暂时不要返回前线村庄 但仍有数以千计的人设法踏上回乡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民众对于以离政府之间的停火协议 如何看待呢 来看前方记者所发挥的报道 26日晚在美国斡旋下 以离达成停火协议 里巴嫩南部撤离民众 开始大量返回家园 对于离南部已军人驻守的城镇 已军队尝试进入的 带有珍珠档标识的车辆鸣枪示警 双方并未发生交火 以色列政府表示 停火成功波利哈马斯 对人质谈判有帮助 有以色列民众期待 能够通过谈判带回家沙的人质 结束战争 根据停火协议 离巴嫩政府将在利塔尼河以南部署约5000人 离巴嫩国防部长表示 派遣人数会提升至约1万人 以色列在补充协议中 获得可以在珍珠档违反停火 或重新武装时 直接对其打击的权利 有以色列的学生们向本台表示 几乎家家都有亲友在前线服役 他们期待与珍珠档以外的 离巴嫩政府和人民和平相处 有不少以色列民众向本台表示 他们对于政府选择当前 与离巴嫩珍珠档停火不甚理解 但是他们更加关注 如何让北部民众能够安全回家 以及在加沙的人质何时能救出 凤卫视乎交易史横 耶路撒冷报导 伊朗外交部27号 对以色列和离巴嫩珍珠档的 停火协议表示欢迎 重申对离巴嫩政府 民众和抵抗运动的坚定支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基埃 当天在声明中表示 对以色列停火表示欢迎 并强调伊朗坚定支持 离巴嫩政府人民和抵抗力量 声明中表示 伊朗在过去的一年 已进行了广泛的外交努力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 声明中说 以色列在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的支持下 实施好战胜策和暴行 导致数万名无辜者上升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加沙和离巴嫩遭到了广泛的破坏 关于国际行事法庭 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现在世界期待 起诉和惩罚 伊斯列的罪犯 声明还强调 国际社会有责任 维护西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对以色列施加压力 制止加沙战争 对此 有学者认为 伊斯列的和离巴嫩双方都需要 达成停火车一 国际行事法庭 自然而言 国际行事法庭 国际行事法庭 自然而言 国际行事法庭 国际行事法庭 而且国际行事法庭 从国际行事法庭 从国际行事法庭 为国际行事法庭 但是一定的情况不通 以尊敬不会从加沙车军 但以尊敬不会从加沙车军 据介绍 当地时间11月27日凌晨4时 离以停火协议正式生效 以色列安全内阁11月26号晚举行会议 批准了与黎巴嫩珍珠岛的停火协议 凤凰卫视 李维志卡木森 德克兰报道 针对于黎达城的停火协议 有黎巴嫩的学者指出 以色列并没有能够达到其设定的大部分目标 已经不得不同意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 来看本台处大马社科记者发布人的报道 在交火和互相时机大约14个月之后 在美国和法国的无选项 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 这项协议的最主要条款 包括金主兰的武装力量和武器 撤退到黎塔尼河以北 从而只有离政队来控制和管理 黎塔尼河以南达地区 有黎学者相信 这项停火协议的最主要有点是 让一百多万民民返回家园 因此这算是以色列的失败 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 周围多辆汽车和房屋都严重损毁 黎巴嫩安保人员以及海关人员 事后到场视察了解破坏情况 黎巴嫩媒体报道 已军是在以离停火协议生效前的 几小时发动空袭 而叙利亚边境居民就表示 空袭引发的爆炸导致房屋震动 地上满是玻璃碎片 大人及小孩都感到恐慌 心情无法形容 希望随着以离停火之后 叙利亚的危机也能告一段落 以离停火生效之后 黎巴嫩局是暂时平静的 不过加沙地带则继续受到 以军的攻击 导致有11人死亡 包括了4名儿童 根据统计 以哈西英伦冲突爆发一年多以来 至今已经有4万4千多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 这次预期的是加沙城 两所收容难民的学校 部分楼层倒塌 民众合力在瓦砾当中 去搜寻生还者 事发在凌晨1点左右 以军声称 哈马斯一名多次袭击 以军的狙击手 躲藏在学校的一个房间 并且收藏了大批武器 因此发动了这次袭击 以军声明强调 会继续攻击 以学校等民用设施 为掩护的恐怖分子 在另外一方面 几百名支持巴人的示威者 到了法国斯特拉斯堡 欧洲议会总部外示威 就声援巴人 并呼吁袈裟 立即停火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7号表示 以色列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 对针对他和前国防部长 加兰特的逮捕令提出上诉 当地时间的11月21号 国际刑事法院 向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 发出逮捕令 指控两人 至少在2023年的10月8号 至检方提出逮捕 失日申请之时 也就是2024年的5月20号 这段时间期间 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称 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指控 包括利用饥饿作为战争工具 以及谋杀 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 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 27号就国际刑事法院 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 逮捕令表态 说法国会履行承诺 遵守其作为 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际法义务 但他同时也指出 罗马规约中涉及某些领导人 豁免权的条款需要予以考量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 27号在接受采访之际 在回答内塔尼亚胡 是否可能在法国被捕的话题时表示 法国会履行承诺 遵守其作为罗马规约 缔约国的国际法义务 但他同时也强调 罗马规约中涉及某些领导人 豁免权的条款需要予以考量 法国外交部也在当天发表声明 强调法国与以色列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友谊 两国同为尊重法治和独立司法的民主国家 法国希望继续同内塔尼亚胡总理 以及以色列其他当局密切合作 以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 为所有人创造稳定的未来 凤凰卫视尽量巴黎报导 好 下一节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我们稍后见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访问哈萨克斯坦 在首都阿斯塔纳 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 双方签署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推动更多使用本国货币交易以及加强能源合作 那普京将会在28号出席在阿斯塔纳举行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理事会会议 此外 普京投入哈萨克斯坦已经被邀请称为 金砖国家组织伙伴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 双方表示两国将加强战略合作 这不仅基于紧密的历史文化纽带 也源于两国未来发展的共同责任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发布的消息 托卡耶夫和普京重点就加强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机械制造 物流运输 金融 生态等领域合作 进行讨论 普京与托卡耶夫当天共同签署了关于 在新的全球秩序下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说 双方支持更多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双面贸易 从长远看有助于加强两国金融主权 此外 双方有意进一步加强天然气领域伙伴关系 包括向第三国输送天然气 实施联合项目将加强中亚地区的稳定和能源安全 推动哈俄工业发展 改善营商环境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两人还以视频会议形式 出席了第二十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地区建合作论坛全体会议 托卡耶夫指出 论坛已发展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合作平台 为持续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其中 两国根据工业合作领域方案 共实施了93个联合项目 总投资近185亿美元 创造了22000多个就业岗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7号表示 因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 将会于明年5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 为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祝活动 菲佐在脸书上发贴文说 斯洛伐克公民满怀敬意地纪念在1944年至1945年 红军解放斯洛伐克的相关周年纪念日和事件 以及前苏联向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所提供的援助 他表示作为斯洛伐克总理 特别有兴趣参加明年5月9号的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官方庆祝活动 菲佐一年多前出任总理之后 政府随即终止向乌军提供武器 斯洛伐克政府在27号表示 菲佐当天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主要谈论乌克兰战事 俄军在敦列茨河地区加速向前推进 过去一周占领了乌克兰近235平方公里 这也是2024年一周之内创纪录的进展 而在整个11月份 俄军总共占领了乌克兰约600平方公里 主要都是敦列茨河地区的领土 在敦列茨河地区 俄军在多个方向持续向前推进 库拉霍维区域战况尤为激烈 近日双方在彼得里夫卡 普斯金卡太阳村 若利亚 布列斯基和库拉霍维东侧等 多个区域交火激烈 彼得里夫卡已经被俄军控制 东侧的俄军也已推进到乌军防线前沿 太阳村区域 俄军已经攻入村中 双方正在展开近距离巷战 库拉霍维城镇中心区域的战斗也非常激烈 俄军组织多次进攻 乌军躲在建筑群中与俄军展开巷战 俄军占领库拉霍维只是时间问题 波克罗斯克区域的战斗激烈程度也有所增加 双方一天内交火超过30多次 俄军继续沿着铁路线 在周边区域组织进攻 苏惠伊亚尔米罗刘比夫卡区域双方战斗一直持续 在南顿涅斯克区域 俄军已经将乌军围成一个面积约20多平方公里的突出部 在这个区域一共有6个村庄 俄军从南美两个方向形成夹击状态 乌军在近期内将不得不撤离出去 在整个顿涅斯克地区 俄军持续猛攻 乌军一直处于守势 并在不断后撤 俄军推进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乌军虽然多次组织反攻 但难以改变战场上的事态 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 双方持续保持小规模交火 双方互有攻防 战线基本上维持不变 乌军不断阻止俄军的进攻 凤狂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27号表示 他将选择退役陆军中将 基斯·凯洛格 担任俄乌冲突问题特使 虽然美国目前 没有乌克兰冲突特使 但是特朗普曾经在私下表示 有兴趣设立该职位 凯洛格曾经在特朗普 2017年至2021年任期之内 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幕僚长 并且担任时任副总统 彭斯的国家安全顾问 媒体此前报道 凯洛格曾经表示 如果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让俄乌迅速做到谈判桌前 至关重要 美国要告诉乌克兰人 他们必须做到谈判桌前 否则美国的支持将会枯竭 同时也要告诉俄罗斯 必须做到谈判桌前 不然美国将给乌克兰人 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而特朗普目前已经完成了 经济团队的组建 从内阁成员人选来看 关税将会是核心政策 但是漫无止境的关税 真的能够提振美国的经济吗 另外方面 特朗普都为内阁人选的提名 也是遭遇了炸弹威胁 会否阻碍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工作呢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 记者陈飞飞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飞飞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陈总王峰早上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最新提名了 长期经济顾问哈赛特 领导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 贸易律师格里尔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至此特朗普已经完成了经济团队的组建 而关税将在特朗普的经济议程中 发挥核心作用 特朗普26号宣布任命哈赛特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格里尔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 他们将与美国财长人选贝森特和商务部长人选 卢特尼克等官员密切合作 推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落实特朗普的减税 提高关税和扩大能源生产的目标 哈赛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 曾担任白宫首席经济学家 坚决捍卫特朗普的减税和贸易政策 不过哈赛特的经济观点更趋于保守 他曾经表示 关税的上调会削弱美国经济增长 格里尔是一名律师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 担任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幕僚长 参与了中美贸易谈判 以及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贸协定谈判 彭博社指出 格里尔的提名凸显出 关税将在特朗普的经济议程中 发挥核心作用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格里尔将带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控制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 捍卫美国的制造业 农业和服务业 并开放各地的出口市场 华尔街日报指出 特朗普的政策团队人选 都是由忠诚的官员组成 多数候选人与特朗普建立了长期关系 但目前为止 特朗普尚未宣布让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倡导者加入团队 这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 据悉 他正在考虑担任特朗普的高级顾问 另外 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尚未确定 是否会加入特朗普新一届政府 我们来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援引智库和经济学家的分析 尽管当前并不清楚特朗普上任后 具体会实行什么样的关税方案 但是一些行业可能会遭遇到广泛的冲击 包括消费者电子产品将首当其冲 美国人在电视 耳机 电脑 平板 游戏机等 电子产品上的购买力将被削弱90亿美元 智能手机可能平均每台涨价超200美元 另外 美国过半的协旅从中国进口 如果加征关税也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钱包 家居商城一家是刚刚表示 特朗普的新一轮关税将会让公司难以保持低价 另外 市场还担忧针对加拿大进口原油的关税 会推高天然气的价格 不过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成员 包括委任财长贝森特是辩护称 关税不会推高通胀 而是能够增加联邦收入保护美国产业 我们再来关注到特朗普过渡团队周三表示 特朗普提名的一些重要内阁人选 是遭遇了炸弹威胁和恶意抱假警 引导特警行动的这样的一些威胁 联邦调查局FBI称正在进行调查中 其中包括特朗普委派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斯特凡尼 环保署署长提名人泽尔丁 以及特朗普最初的司法部长提名人盖茨 其中泽尔丁收到的炸弹威胁 是包括了清巴勒斯坦的信息 另外FBI还在调查白宫幕僚长提名人选 威尔斯等人是否也是受害者 白宫发言人表示 总统拜登当前也在保持密切监测 并且强烈谴责政治暴力威胁 以上就是美国媒体的一些关注焦点 把现场交还给你们 陈子王丰 好的 谢谢 菲菲我们带来了最新介绍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 纽约时报在日前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过渡团队 调查特朗普一名高级法律顾问 是否曾经向新内阁潜在人选所会 特朗普狠批这家媒体的报道是垃圾 要请报章道歉 而特朗普之子小唐纳德·特朗普 日前就透露 特朗普已经和团队讨论 在上任之后 是否会取消部分美国主流媒体 进入白宫简报室的资格 并且会邀请更多的独立媒体人 进入白宫 小唐纳德·特朗普本周 接受采访时透露 特朗普已经与团队就上任之后 是否取消部分美国主流媒体 进入白宫简报室的资格 进行过讨论 小特朗普称 如果纽约时报虚假报道 反对共和党的一切 纽约时报就是民主党的营销部门 那么白宫简报室 应该向拥有更多观众 和追随者的媒体人开放 特朗普26号曾抨击纽约时报 一篇关于其高级助手 埃普·施泰恩的报道 纽约时报称 特朗普过渡团队 进行内部审查时 发现埃普·施泰恩 向寻求内阁高级职位的候选人 索要报酬 但埃普·施泰恩否认 相关指控 特朗普则狠批纽约时报的报道 是垃圾 并要求道歉 特朗普第一任期时 就与美国主流媒体关系紧张 除了在公开场合发生争论 特朗普曾吊销 多位美国主流媒体记者的白宫证件 CNN曾经在2018年 起诉特朗普政府的行为 并获得了法律胜利 时隔四年后 特朗普与美国主流媒体的紧张关系 并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 小特朗普透露 即将上任的白宫新闻秘书 莱威特 正在审查白宫简报室的媒体座位表 也许是时候重新排序 取消某些人的座位 小特朗普称 特朗普考虑邀请了媒体人 包括播客主持人 比如在大选前 对特朗普进行了 长达三个小时采访的乔·罗根 他对特朗普的采访 吸引了超过5000多万观众收看 远超美国主流媒体收视率 凤凰卫视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美国印太司令部 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 说美国海军的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明尼苏达号 已经抵达了西太平洋的关岛 成为第一艘部署在关岛的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那有分析说 目的就是为了抗衡中国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是美国海军 下一代主力攻击型核潜艇 美国印太司令部指 明尼苏达号在关岛的战略部署 增强了美军的行动能力 强化了美军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慑力 美国海军则发表声明 说明尼苏达号的部署 为海军的联合行动提供了联合性 那前沿部队 已经是做好了快速应变的准备 并指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是海上顶级的掠食者 有助于加强潜艇部队 前沿部署存在 纽约时报在此前就报道 美国正加强 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 以便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将中国海军挡在第一岛链之内 再来关注联合新闻网的消息 引述路透社的报道 关注到俄罗斯在27号表示 如果美国在日本部署导弹 俄方将会采取报复 美国和日本近日称 将会对台湾可能发生 所谓紧急状况 制定联合军事计划 包括在日本和菲律宾等地 部署导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洛瓦表示 日本升级台湾周边形势 以合理化与华府的军事合作扩张 俄方已经多次警告 如果美国的中程导弹 出现在了日本 将会对俄罗斯国家安全 构成实际威胁 而俄方将会被迫 采取必要和适当行动 来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 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领导的新一届欧委会成员 27号获得欧洲议会投票通过 将于12月1号正式履职 冯德莱恩在会上发表讲话时 就强调了欧洲绿策协议的重要性 并呼吁在国防开支上 进行更多的投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27日在欧洲议会正式介绍了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27名委员 以及未来5年的工作计划 这些来自欧盟27个成员国的委员 将共同担任欧盟委员会的政治领导工作 推动欧盟实现关键目标 冯德莱恩在讲话中 特别强调了欧洲绿色协议的重要性 指出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仍是欧盟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 同时他提出 欧盟需要在国防领域加大投入 以应对当今全球复杂的安全挑战 对此他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市场 并加强欧盟的国防工业基础 我们需要一个单独市场 我们需要均衡的防御基础 我们需要更加强 我们需要我们的战所 和我们需要一般欧盟的预计 冯德莱恩也在会上 重申了对欧洲农业和渔业的支持 而此次会议是欧盟委员会 正式上任前的重要一步 在经过欧洲议会的选举通过 并获得了欧洲理事会的正式议面之后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将于2024年12月1日正式履职 方卫士李慧莫也 法国巴黎报道 稍后关注港澳方面消息 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率领的特区政府 及工商界高层代表团 最后一天考察大湾区内地城市 到访惠州和深圳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疫情27号 先在惠州参观 考察当地中韩合作的产业园项目 了解新能源高端制造等发展情况 代表团当天下午转往深圳参观 比亚迪和深圳合作区 并参加交流会 陈国基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香港将积极支持企业和人才 拥抱大湾区的给予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大湾区的产业化的发展 是非常之蓬勃的 我们在香港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参考 也有很大的机遇 让我们可以升级转型 我在这里希望能够 透过这一次的访问 令到我们香港的各个企业的代表 那你都是可以了解多内地的情况 还有刚才我所说的 可以达到更加多的互利共赢 增加我们大家的合作机遇 这个就是我们今次访问的成果了 有消息指香港特区政府 11月29号将邀请包括本港 内地以及外资代表 进一步了解北部都会区整体规划 陈国基就说 目前具体的安排人在筹划中 而过去几天在大湾区的考察 相信工商界也对片区开发 有更多认识 北部都会区是一个新发展的项目 我们这方面 我们都希望是一个新则生产力 是要高科技的 我们这方面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参考 一个借镜 因为他们发展到有很多部分的片区 都是非常之成熟 而且是很成功 当然对于我们商界来说 有一个很好的借镜 他们在里面可以看到 究竟我们和这些大湾区的城市 有什么的合作机会呢 那么多的城市 将来的规划是怎么样 新的片区怎么做法 科技怎么做法呢 他们都有深入的了解 有代表团成员就表示 三天的行程 有助于香港商界 进一步了解大湾区 不同片区的发展方向 来制定差异化的战略 与内地共同拓展海外市场 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廷生 深圳报道 香港历时八年建成的 国际机场三跑系统 在今天正式启用 它不仅将会使香港 成为更强的国际航空枢纽 也将为全球航空和物流界 带来庞大商机 三条跑道全面运作 将会扩大机场的 航空交通网络 并将达到处理1.2亿人次 客运量 以及1000万公吨货运量的目标 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赤资1000多亿港元 所打造的庞大系统 香港国际机场 连接立地 已至世界各国的门户 作用航空界领先优势 但全球航空业 本不快速变迁 面对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 要想更上一层楼 应对未来航空交通量增长 巩固国际航空枢纽 就必须提升客户运输的能力 2011年公共咨询 2016年公共启动 2024年的今天 这项耗资1415亿港元的 庞大工程 香港国际机场 三跑道系统正式启用 这个超大项目 几乎相当于 在现有机场旁 兴建一个新的机场 先是填海 拓地650公斤 大约相当于34个 维多利亚公园 或者100个 山岛河域展览征 新一领工岛的练迹 兴建T2科运廊 及总机坪 外加一条全长3800米的跑道 以及相关滑航道系统 此外还有扩建2号 扑运大楼 兴建全场2600米的 旅客捷运系统 每小时可接载 超一线人次乘客 兴建新行李处理系统 每小时可处理 整千六百件行李 整个系统投入运行 香港国际机场 从城市机场 变成机场城市的梦想 将更快召集现实 2017年 国家领导人 视察三跑工程进展 表示中央支持三跑建设 支持香港古工 国际航空交通数纽地位 2022年 香港第三条跑道 正式启用 两年后的今天 整个系统正式启用 连同限时中载运作的南北跑道 以及完成编配工作的中跑道 三条跑道同时运作 预计到2035年起 这里将达到处理 每年1.2亿人士旅客 1000万公司过路的目标 长远飞机升降量 可有限时每小时69架 逐步增至102加次 而根据早期预计 到2030年 三跑道系统将对 香港本地生产总统的 直接间接及连带工作价值 达到1840亿党元 相比只有双跑道 拨出510亿党元 这相当于香港本地 一年生产总统的5% 当后表示 三跑道系统的全面使用 标志机场发展的新领程碑 它不仅将进一步增向 香港的接近力 更将令越港和大湾区 联通国际的能力 大大提升 凤凰卫视赵龙 新闻报道 再来关注澳门司法警察局 27号举行年度谈判演习 以强化应对危机能力 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 为应对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据案是为危机谈判演习 模拟发生在陆环 珠湾青年女社的一宗入室盗窃案 市警介报后 迅速到场 两名嫌犯逃离现场时被警方发现 市警成功致负一名男子并进行收身 市警将嫌犯押送上警车 在派出无人心协助锁定一名嫌疑人的位置 并追步踏到一窗别墅的天台位置 发现无路可途的嫌疑人情绪激动 站在天台边缘迟 迟到指纱威胁行政人员 危机谈判组到场资源 向现场行政人员了解情况 只制定上映的谈判策略 经多方游说劝导后 最后成功劝服对方返回安全地方 并再有行政人员带回警局调查 今天的演练里面 我们有35名的认识人员 和危机谈判组的人员进行演练 过程顺利 也都达到预期目的 我们透过今次演练 施警局可以进一步 优化和完善相关的工作流程 也都可以促进我们危机谈判组 和认证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沟通 市警局表示 目前危机谈判组人员有57名成员 工作内容主要是参与 跨部门的收递和清签行动 局方每年都会举行危机谈判演习 旨在能坏处展开谈判工作应对 和平解决事件 减少人命伤亡和财产选失 阿门12月在举行 庆祝阿门回归祖国25周年等 多上重要活动 市警表示 各部门经常彩排 以应对不同类型的事件 家产市警人员在应对 处理紧急事件的应对能力 方卫视成的林家门报道 马英九基金会所邀请的大陆师生共40人 在27号抵达了台湾 那访问团成员包括了奥运乒乓球金牌选手马龙 还有奥运射击金牌选手杨倩 特别受到注目 大陆七所大学共40名师生 27号抵达台湾 师生团成员包含奥运乒乓球金牌运动员马龙 以及奥运射击金牌运动员杨倩 特别受到关注 两岸的朋友都能因为运动这件事情 一起来支持这些选手 我觉得是有利于我们的交流和凝聚 希望马龙可以带来一球 然后希望在下一个赛场可以再见面 做了很多防护措施 会这样子是有什么样的顾虑吗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还没跟主管请假 所以是翘班来 是的 是的 我要跟他说哈喽爸爸 希望他给你什么回应 感受到我们 台湾粉丝的热情就够了 马英九陪同大陆师生团 抵达参访的第一站 台北市中山女子高级中学 校内学生显得兴奋 还有人从校舍窗户探出头 迎接参访团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那些大陆人都很厉害 所以还蛮欣赏他们的 对 青年是两岸未来交流的根基 那高中生很快就会成长念大学 所以我觉得这样两岸之间 有这样的互动我觉得是非常好 呼吁我们民进党政府 要用更开放的心胸 更开放两岸交流 让两岸的年轻人自然的互动 这样才能够保护台湾 和平交流才能保台 大陆师生团九天八夜的行程 将陆续到台湾大学 清华大学等六所台湾的大学 与台湾青年交流 并参访企业 淡水谷籍博物馆 南投日月潭等景点 深入了解台湾 大陆书生受到马英九基金会的邀请来到台湾 受到台湾产观学界的高度欢迎 认为透过双方的互相接触 互相认识 更能增进两岸的正向交流 凤凰卫视蓝镜图柯之强 桃园报道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 国际化水平更高 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26%上升到32% 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对于中国市场寄予期望 未来将会继续投资中国 第二届联博会共有620多家企业 机构和国际组织参展 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26%上升到32% 有参展的世界500强企业表示 中国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活力 愿在这些领域继续投资中国 数据也显示 今年前十个月 内地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29.8% 但在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01.8亿元 同比增长0.7% 未来因为有这么大的市场 因为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AI市场了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市场 寄予很高的这个期望 我们会导入会不会持续进行研发 我们会把最新的AI技术引入中国 我们会把本土的本地的这些 有实力的AI的软硬件开发商 一起结合起来 做一个有机的整合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中国的企业 制造业以及各行各业 利用好AI的能力 我们发展新制生产力 把整个中国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企业环境 商业环境 甚至未来的这些人民的生活发展 运营的更加美好 而关于外资正在逃离中国的论调 另一家参展的世界500强企业 也回应表示 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本土企业实力增强等原因 部分外资在华经营面临挑战 但中国市场需求强劲 政府给予外资足够的政策支持 没有理由不继续投资中国 我们在新冠前在中国投资 新冠期间每年在中国投资 新冠都结束了 为什么不投资了呢 为什么就没信心了呢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了一些挑战 哪个国家经济没有发展 像中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 GDP增长 最快的在中国 如果按全球GDP前几个位的国家来看 中国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 什么就是我们就要撤离了呢 还是有很多机会 只是现在躺着不能赢了 需要努力 需要创新 需要改革 不仅市场要变 我们企业要变 互利物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提升自己 来符合市场的变化 和客户的要求 自11月1号起 新版全国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正式实施 限制措施由31条 押减至29条 制造业领域清零 中方表示正在推动电信 互联网 教育 文化 医疗等领域 有序扩大开放 重点引导外资投向服务领域 凤凰卫视 周云涵 赵伟 北京报道 下一节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 来关注到欧盟的消息表示 欧盟成员国表决之后 支持向原产于中国的二氧化态 征收反倾销税 表决获15个成员国的支持 8国反对 另外有4国弃权 而欧盟在7月时已经做出了出彩 建议的临时反倾向税率由14.4%到39.7% 将会由最终关税取代 估计税率会较低 预计明年的1月11号起生效 为期5年 二氧化态是一种无稽白色的颜料 除了用作油漆化妆品增白剂 还可以用作食品添加剂 欧盟声称 中国所生产的二氧化态 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增加到22% 削弱了欧洲生产上的盈利能力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在感恩节假期前先高后跌 10月份的消费通胀略高于预期 但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预期仍然谨慎 来看具体数字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爆44722点 跌138点 跌幅是0.31% 纳斯达克指数收爆19060点 跌115点 跌幅是0.6% 标普白指数收爆5998点 跌22点 跌幅是0.38% 详情我们请祝纽约记者陈飞飞为大家做总结 感恩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美股交头清淡 华尔街三大股指最终是小幅收跌 那其中标普白指数中指七连阳 滑落到了6000点大关的下方 部分大型科技股出现获利回吐的现象包括微软 英伟达特斯拉均跌超1% 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1.5% 另外一些老牌个人电脑公司股价受到财报冲击 戴尔收跌12% 另外 汇普也跌超10% 两家公司都是发布了疲弱的盈利指引时影响到了股价 另外一方面投资者也在消化刚刚出炉的关键通胀指标 基本上是没有改变投资者此前对于美联储的一个降息预期 我们看到消费者支出价格指数PCE在10月同比上涨2.3% 虽然说是略高于9月份2.1%的同比涨幅 但是仍然是符合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 去除掉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PCE 同比涨幅环比涨幅也都符合市场预期 期货工具就显示当前仍然有66%的投资者压住联储12月会再降息 而数个基点 板块方面我们看到11大板块当中以科技板块领跌 而房地产板块是零涨 各国公司方面华尔街投资者在周三是重点关注一家小型的无人机和零部件的美国制造商Unjudge Machines 股价是飙升了超过80% 公司是早前宣布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是加入了公司的顾问董事会 那小特朗普此前也在声明当中表示 美国需要与中国的无人机进行竞争 其他资产方面国家油的价格是接近持贫 市场关注已离停火 布伦特原油收至每桶73美元 德州青田油收于每桶69美元左右 而黄金期货的价格是上涨0.6%至每盎司2637美元 凤凰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 稍后我们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一会儿见 应该 piggybackpipe